他們基隆罷免謝國良 第二階段連署到了3萬份 他們說要3萬5千份才比較保險 他們發言人說 這幾天連數人數有持續增加 可能跟在東岸的商場 被控強盜案 轉為真治案被告有關 所以他們認為可以通過 第二階段門檻 律師那點這邊講很清楚 轉為真治案只是 他轉為被告 它是法律程序的一個必然的過程 轉為真治案以後 有可能起訴 有可能不起訴 有可能結案 都有可能 不表示他就有罪 這兩回事情的 但是要罷免謝國良 你看看 他就變被告了 被告是怎樣 被告跟有罪差很遠 而且另外一個官司 已經證明基隆市政府是贏的 好不好 不管 國民黨就說 政黨惡鬥 沒有正當性 然後國民黨現在說要 顧糧動員令要去 開始就跟上次韓國瑜一樣 他們都很低調 就希望我們都無聲無息 對方聲勢也照不起來 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人不夠 不可能的 是錯的 你開始就要反對 把它當成一個仗來打 朱立倫說10萬票當選 因為謝國良是9萬多票當選 6萬票就可以罷免 合理嗎 這抄你的 這抄你的算數 本來就是這樣 就不合理 大家一算就知道 國民黨說主要是林宥昌想要移轉 施政的爛尾 另外林濤也說 你要罷免謝國良 我就罷免議長 都要來 你罷我罷你 誰厲害 誰怕誰 柯文哲是反對提高罷免的門檻 因為很多人講說 罷免現在太容易了 那麼容易就罷免了 但是連署程序應該更嚴謹 柯文哲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參選總統的公民連署 就要提供身分證 比如總統 郭台銘要連署 要身分證 但是罷免公職員 不需要提供身分證 就拿那個莊角名冊抄一抄 有姓名 有戶籍 有身分證就可以了 他說這個很容易作假 這個太輕忽了 等等 小心是說 要團結聲援謝國良 否則謝國良都會罷免 下一個就是高鴻安 就會變這樣 我們看一下 與志共產及掌之一 國民黨主席屬日倫 受到促勇歡迎特別重申 這件事情 賴清德當總統之後 這一個多月 他只要在野黨差不多鬥 批評綠穎刻意 支持戰鬥對立 因為罷免 基隆市長謝國良 二階段就剩最後兩天而已 晚間朱立倫 還要到基隆與謝國良合體 他沒有做錯任何的事情 一定第一個先討論一下 連署可不可以用抄的 至於門檻的部分 大家可以討論討論一下 我們不會去預設立場 信用黨團主動出起 讓選辦法修正草案 得以重啟 據了解下週三 將先舉辦修法公定會 接著在週四 排入內政委員會審查 雖然強調 基隆市長謝國良 不適用但修法內容 包括罷免同一票 需高於被罷免人的當選票數 與就任一年內 不得被罷免 都與謝國良有關係 而且民眾黨主張 因更嚴謹的連署程序 也渴望一併處理 同時來因更轉手為攻 對前市長林宥昌 發動攻擊 成績轉運戰的爛尾 工程進度拖拖拖拖 田徑廠也是延宕多年 原金費從4.16億 膨脹到了6.4億 林宥昌 根本就是全國的爛尾王 他是全國第一的 林宥昌卸任都這麼久了 滄海傷田了 現在才發現他有弊案嗎 國民黨的反應速度 該不會跟雷龍一樣慢吧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國民黨極了 現在全黨救藝人 正在進行這個強救國兩大兵的行動 真的是跟國民黨說一聲辛苦了 還沒修改選罷法 藍綠先 互接窗疤 來自豪 其實我們的立場很簡單 主席也講過了 他其實是不太贊成 去變動所謂的罷免的門檻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罷免制度 還是在民主政策當中的一個 必須的一個制度 他就避免我們這些公職員 如果真的有做不好 如果沒有任何的罷免制度的話 一做就做了4年 這樣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但是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我們認為是這樣子 雖然說他的這個 我們不打算把罷免的門檻提高 但是他的方式應該要更嚴謹 就是我剛剛講 法律必須要有它的一致性 你總不能在選舉總統說 連署上面你的要求非常嚴格 你必須要有身分證等等的都有 但是你在罷免的時候 你反而只要一個名冊 你就可以解決 這是我們剛剛提的一個重點 但是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們不希望 這個罷免也成為一個 類似是政黨動員 或者是政治動員的一個工具 因為比方說今天我在這個議場裡面 我不同意你的法案 然後我就打來打去查來 結果說我們就開始說 那我就要罷免你 你罷免 我罷免你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一個 政治的常態 不過罷免制度還是要維持 但是他的運用上面 我覺得在條件上或是在這個 比方說我們在送件數 在他的審查上面 我覺得我們還是必須要 往嚴格的方向做一個調整 機動隊怎麼回事 現在會怎樣 老實講 其實他們對國良的不滿 是從他當選開始 只是剛好就有一個破口 就是這個Net 這個烏龍案 這個Net基本上 你一個房客自己做了 自己付了違建之後 然後叫二房東的解約之後 然後房客說這個產權就是他的 剛好這個房東是信用市政府 基本上這產權不是這樣子搞的嗎 不過我個人是這樣子 我從三月份一直講到現在 我講的都快 喝水都快乾了 我反對任何形式的罷免 我不贊成罷免藍 我也不贊成罷免綠 因為我認為這種罷免 這是一種仇恨動員而已 其實很沒有必要 這麼多的民生議題 需要去take care 這麼多的重要力去take care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時間 精力 所有人就放在罷免上面 人家選我們出來 不管是民意代表還是民選首長 都出來做事的 不是出來論事吵架的 這實在是很浪費時間 浪費資源 所以同樣的 今天他們說要怎麼樣說林又昌 的確林又昌有很多缺陷 說真的林又昌缺陷 不是只有東岸廣場還有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們把事情回到國良身上 國良做的事情 他是有沒有一步步再去做這些 他選舉受到的事情 他有 他有去做是不是方法被人家 是方法是可以爭議 但是他的本質是不是 正方金融市民在服務 有 我昨天才在基隆 在國外辦公室幫他開協調會 因為基隆需要這件事情 他也願意自己下來 沈大佬最清楚 一個市長願意為了基隆事情 為了自己城市的事情 跑來立法院幫人跟部長開協調會 沒有幾個人願意這樣做 因為覺得說好像丟臉之類 沒有 國良馬上來 我爬完馬上來 就是因為基隆需要 並步 基隆需要幫忙 但是今天如果我今天看到的是說 一天到晚的仇混動員 包括連個林又昌那個時候 買的一個二手工車 然後有這個拉環是不是 拉環 然後都被人拿出來講 包括說這個油豆腐裡面 一個知名的攤商油豆腐裡面 有嘎抓 也要說是謝國良的錯 那我就覺得這個媒體聚焦 會不會太刻意了一點 我知道說罷免最後面 一定是熱戰 但是我覺得像這樣的這種仇恨動員 政治真的需要完成這個樣子嗎 我補充一個我覺得就是現在林又昌 只要基隆任何發生大小事 都是林又昌的錯 就像剛剛舉例 謝國良的錯 對不起 謝國良的錯 但是是林又昌講公車事情 是林又昌時代買的公車 那個公車怎麼樣 就人擠的時候 他把公車頂上有個按鈴 結果下車也可以按鈴 然後他就是開始攀顛覆地說 那矮的人怎麼辦 矮的人就按不到鈴 矮的人旁邊有 旁邊有14個鈴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一個事情就無限放大 通通都是謝國良的錯 還有這個有一個警察機關 在那個基隆港 港務局旁邊的一個警察機關 他的屋頂啊 自己去搭設了人工草坪 港警鎖 港警鎖 人工草坪 好 那是港警自己處理的嘛 那也不是系統市政府的預算嘛 那個謝國良要負責 人工草坪有毒 然後就排水不容易 好 就這邊每一件事情 你現在基隆市政府就有10個發言人 都不夠去面對這些莫名其妙的污蔑 那我也是建議這個謝國良 就是你既然那個官司上面 你互產有工 其實在基隆各大入口 告訴大家 謝國良互產有工 法院認證 就告訴他你在這個事情上面 你基隆市政府是站得住腳的 而且法律認為你互產有工 我是不是覺得你去每個事情去回應這個 一點點什麼公車暗鈴 什麼屋頂草坪 疲於本民的發言人 每天去查證這個你就夠了 但是你要做幾件大的事情 告訴基隆市民說 我是幫基隆是守住市場 這個大東西要做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覺得 而且不要用公家預算的錢 謝國良自己出錢 不過剛剛佩翔提到我 但是我是不同意 不贊成佩翔現在去強調 你反對罷免 來不及了 而且這個反對罷 漢國瑜的人 為什麼連累兩套標準 對不對 所以而且未來幾個月 台灣轟轟烈烈在政壇進行的 就是罷免 就是大規模 小規模 單獨幾個都差別的問題而已 我覺得現在問題是怎樣 國民黨真的碰到稍微困難的 這個問題是處理方法 就非常有問題 這個一開始謝國良就給我們看到說 他是不容易處理 這種問題的政治人物 他就是軟車 煩慢 做來做去都不好 建制 假如香港的 而且我在這裡要善意的勸徐曉鑫 徐曉鑫 我很早 你跟這個費鴻台鬥的時候 我勸過你什麼 你試過 你會來告訴我什麼 你後來又改變了 但是我覺得徐曉鑫你沒有變 你這個做法 你這個他還以自己的意見為主 你這個密歡 你這個密歡說生死不怕 你這個密歡生死不怕 也不能隨便用到別人身上 你現在去基隆搶這個聲量 你有沒有問過謝國良 還有黨中央要如何救謝國良 像剛剛那個施鋼的建議 就我一聽就覺得有效 讚 所以國民黨就是一大隊 一大隊很爛的這種壞主義 這個小心 許小心 你也不要有獨自的行為 現在謝國良面對的是個很大的困境 你不要單獨作秀 我一定會擁有自己的情況 也會有這種意見 我心想不忍耐